你很可能听过精神健康这个术语,但是你真的知道它指的是什么吗? 要理解精神健康并不容易,讨论它就更为困难了。 精神健康其实是关于你自己的所思所想,以及对自己和周边世界的感受。 那些想法和感觉有好有坏或好坏参半,当负面的想法和感觉开始堆积起来,会对你的思想、情绪和行为产生不良影响。 然后,你知道自己的精神健康需要注意了,重如腿断了需要主拐杖一样。 有时,你的头脑需要一些特别的照顾,它终归是你重要的身体部分。 你是否对世界上所发生的某些事情感到紧张,因朋友或和你一起去玩而伤心? 或者,可能仅仅是突然间觉得不开心、愤怒、害怕或担心? 也许你行为古怪或注意力难以集中。 有些人精神健康不好时,甚至出现头痛、肚子疼或感觉非常累。 有人还想要伤害自己或想使用毒品? 这真的可以令人很困惑和非常吓人。 但是,请记住,身体不妥是可以接受的。 同时,当感觉身不由己的时候,要寻求帮助,你永远不会孤单一人的。 你生活圈子中的许多人都很关心你。 在家里,在学校,还有社区中的人。 在家里,和父母、祖父母、兄弟姐妹或其他你信赖的家庭成员谈谈吧。 在学校,与你最喜欢的老师或校长或你信赖的大人谈谈。 每间学校都配备一名辅导员,擅长帮人舒缓情绪,帮学生走出困境。 他们会很高兴与你交谈的。 在社区,许多机构和社区中的人能提供帮助,包括医生、护士、辅导员和朋友。 很多人都经过训练,可以在孩子或青少年有需要时,以面对面、视频聊天或短信的方式提供帮助。 外面的资源有很多,你只需要主动去寻求,无论在家里、在学校还是在社区中。 记住,你也是生活圈的一部分。 当你的朋友与你分享他们的艰难挣扎时,请相信他们。 这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做得到的。 请告诉他们,这样的感觉是正常的。 有人能够帮到他们,信任很重要。 因为它会让朋友感到安全而敞开心扉。 要聆听、支持、同情,但不要平派。 你的朋友会感觉自己的心声有人听到、被人接受。 如果需要更多的支援,你们可以相互帮助。 联系学校和社区的各种资源和辅导。 你不需要一个人扛起所有的事。 让我们一起照顾好自己和相互照顾吧。